台電今年的今年比賽有一千兩百八十的人報名參加 台電總經理是說有特別應對有部分的人已經在退休 會大量來救新人 也會分解決策動 這個證明 還會立電速視 請好是不是準備八起立八高美館的電報條 做配電外線的作業 來自經問今年才二十一回的菜圍著 已經是第三年參加台電的技術比賽 事故搶修是沒有SOP的 所以就是除了經驗以外 更多的就是自己的體力的部分 跟耐力的部分一定要顧好 台電今年的技術比賽 十七立高雄基盤主經賽日 不然科研體力跟技術 像冷氣醫生的比賽項目 這年輕端 竟是要用頭殼 比較耗電的設備都是空調設備 因為蠻多廠家都是 平常空調就是只有開根管 很少在做維護 那我們就會去針對比較少做維護的部分 去給他一些改善的建議 靠到冷氣醫生 台電立高雄已經完成四十三件 企業的電力檢查 除出設備的問題 換到改善後 每年電池製造可以省三十萬 票面欠電為期 這年新電需要大家作為打拚 台電去年九月 推出立電分配 所押價位 也可以幫助企業 油耗使用力電 讓廠商自己決定怎麼安排 安排之後呢 我台電只要負責去檢查 他所分配出來的結果 跟原來的廠商發電的量 還有他工廠用電的量 是不是匹配 還有賣 買台電的電是不是符合 雙手在高雄電箱裡面作為合作 增電表 台電這幾年 沒人完工大退休 反而欠工到期時團成 今年不拿比賽人數一千兩百八十人 創十名來新冠 就沒有人數一千一百 控三人也創新冠 就希望有更多人 加進台電作為為溫定 公電打拚 記者彈簧物庫見準各鄉部的